根据金融市本土确诊病例趋势图 金融市近期疫情持续趋缓 因此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 金融市属国高中6月6号起恢复实体到校上课 至于国小部分因为疫苗刚施打 还需要时间形成保护力 因此将延长执行远距教学到6月10号 因为我们金融市的疫情收敛明确 确诊数持续的一个下降 所以我们在学生上课的部分 我们决定高中以及国中的部分 我们恢复实体上课 那小朋友因为最近才刚刚打疫苗 国小的这个小朋友 那所以我们决定国小的部分 线上上课延长到6月10号 至于金融市政府居家分流上班措施 也将从6月6号起恢复正常上班 市府的同仁上班的部分 我们也在6月6号之后 这个恢复这个正常上班 那取消这个居家这个上班 以及这个分流的一个措施 一切恢复正常 记者黄少平张启腾 参长报道